台幣一度暴升4.6角 央行约谈草汇外资 美国日本采取货币宽松政策 导致美元走软 国际热钱大举涌入亚洲 台币汇率昨天继续账不停 韩中一度升值4.62角 冲到30.79元对1美元 毕竟30元大关 让央行总裁彭怀南一个头两个大 立刻找外资银行到央行来 喝咖啡警告草汇外资 要么进场买台股 不然滚出台湾 铜脑尾盘再出众手 一口气打压台币三角 以31.132元作收 仅升1.2角 央行火力全开向外资宣示 30元铜淮南防线不容挑战 让昨天草汇外资兵荒马乱 花旗首席经济学家 正真冒缩 亚洲货币升值是长期趋势 预计一年将缓升3%到5% 干预恐怕只能维持短期效果 外资摩根士丹利与法国巴黎银行 也预测台币汇率 明年将升到1美元对29.5元 专家表示 央行主升台币 很难猜测它的底线在哪里 央行它过去的做法 它应该是比较会顺着市场的趋势 当然它也许会有一点动作 但是基本上它会看着说 全球的经济的情况 然后再采取 所以会是挡得住挡不住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众新闻台北报导